那宇天大哥跟雅萍姐 很辛苦欸 就是他哪裡能硬起來說 我不管哪裡小孩自己顧囉 不可能斷不掉你知道嗎 這個case的話喔 事實上當然除了這個遺產之外 當然還很心疼小孩子 怎麼辦 因為媽媽走了 爸爸被抓去了嘛 因為我們也步入一個年紀了嘛 以前看到可能看某些新聞 會覺得看熱鬧 可是現在看到就很緊張 跟他一起緊張說 小孩在哪裡有接到嗎 雲天女婿Gary 已是擔任車售頭捲入詐騙案 日前Gary遭警方逮捕收押 兩個小孩則交友 余祥全夫妻照顧 陶婧莹在廣播節目 也分享他的看法 原來他是詐騙集團的 收水手 對 因為詐騙其實是這個世紀 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因為他會讓很多人 請家蕩產 他現在就是怕子女的那三分之二 如果是跟老公同一個戶頭的話 現在就比較令人擔心啊 而且很多人是就是一生的積蓄 就你讓人家也活不下去 就被你騙光了 你知道嗎 那個疫情期間 我也去找工作嘛 找線上的那種工作 就看到哇 這薪水好高喔 又可以在家工作 那些兜起來啊 就很像後來我在新聞看到 會被送去柬埔寨的那些人的那種 職業的條件 我還以為在家 他叫你做一些色情直播 說要露頭嗎 還是要露藝毛 什麼事 你確定廣播可以講這個 哈哈哈 余天的女婿 變成了一個詐騙集團的車手 那但是其實 這中間還有一個細節 余怨琦當初認識這個男生 一個月就懷孕結婚了 你知道很多的兩性專家啊 或是寫這方面文章的 可能就會有很多標準說 怎麼選另外一半喔 我覺得都不一定 但是絕對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的 就是 慢一點 除非你運氣很好 你碰到一個真的 你們天雷溝動地火 你們真的很合 我覺得那個太難了 我覺得寧願你慢慢來 反正生小孩 你看像林青霞 四十幾歲也是可以生嘛 那我覺得 慢一點看久一點 但有人就是戀愛腦啊 怎麼辦 那現在就是雪靈裡 你看連不夠善良的我們 都演給你看了 你戀愛腦 你要承擔的可能是 婆婆的 這樣癱瘓 然後你要辭掉工作什麼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示範給你看了 那 就你自己選了 我覺得婚姻大師 因為後來會牽扯很多 包括你的財產 你的子女啊 blblbl那麼多事情 他畢竟不是說買一把空心菜 或吃一個布丁而已 他就是一直糾纏著你 然後會影響到你的 你的身心健康 你的財產 你的一輩子 甚至影響到你的家人 就我覺得大家還是 慢一點好了 停看廳好不好